本土疫情持續趨緩 但是確診數比前一天一口氣下降三成 20號新增了35,596例本土中 除了台中、高雄超過5000例以外 其他縣市都低於5000例 另外中重症再添295例以及144人死亡 至於死亡數依舊維持高原期 二十號新增的死亡個案中 最年輕的是一位二十多歲男性 打滿三劑疫苗 但有神經系統疾病以及氣切 六月十三確診後 住院檢查有肺炎呼吸衰竭 經過治療後仍不幸在六月十七號死亡 另外也新增一名一歲男童重症 本身有慢性心肺以及神經系統疾病 六月十一號快篩陽性 後續出現咳嗽有痰等症狀 六月十五號因為嗜睡呼吸急促 被送到急診 發現有胸膠和氧氣濃度下降 S光顯示有幼上肺肺炎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 為了避免兒童染疫後出現重症 除了加快疫苗施打腳步 兒童疫苗的到貨進度也傳來好消息 兒童的輝瑞BNT的疫苗今天有另外一批新的五十點四萬劑 已經在上午抵胎 那這個下午期是到九月底 那我們會大概提供給這個 已經打過第一劑的兒童會作為這個第二劑的BNT來使用 隨著疫情趨緩加上疫苗覆蓋率提升 交通部觀光局宣布 即日起取消國旅疫苗三劑令 每打滿三劑疫苗者必須出示48小時內的快篩陰性證明 並維持工作人員要打滿三劑 業者落實清銷以及旅客全程戴口罩 如果旅客出現症狀就要快篩 至於其他成員並不會影響行程 也不會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雷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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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彆